今天下日出國玩 消暑小物不離身 不過像我這樣的全套 消暑裝備 想要一塊帶上機 恐怕在進海關之前 就會先被攔下來 掛脖子上就能散熱的 涼感景圈 竟然是登機為競品 是讓最多人不解 景圈QQ軟軟的材質 難道會有危險性嗎 帶上飛機應該可以吧 它沒有什麼 太明顯的 立即的危險 或是什麼 爆 就是像什麼爆裂物質 應該可以吧 它感覺也不會有什麼危害 還是什麼的 問題其實就在裡頭的 膠狀物質 超過一百毫升 可以被混入爆炸物 就跟布丁果凍一樣 都不能登機 要記得放在行李托韻 不只台灣出入竟有禁止 曾有旅客從日本出境 也被安檢人員指示 直接丟棄 降溫神器往衣服上噴 瞬間清涼 奏降好幾度 像這罐容量超過 一百毫升的氣壓瓶 或液體 也是只能走托韻 不過還要注意 評審上如果註明 火氣炎禁 高溫炎禁 是托韻 手提 都不能放 像是氣體 比如說像是噴頭髮的 一些定型膠等等的 或者是噴頭髮的 一些香香的香水等等的 都是必須要放在 我們的托韻行李當中 最常見的隨身小風扇 也得注意 關鍵是裡頭的電池規格 使用鋰電池 要記得隨身帶上飛機 如果用的是千酸電池 因為不穩定 容易因為碰撞或氣壓 就膨脹 甚至爆炸 既不能拖韻 也不能帶上機 想要帶清涼裝備 出國前先查清楚 避免在機場直接被沒收銷毀 參選蔡宇吉克普選台北層目的 在機場上 在機場 也要帶上機場 也要帶上機場 就要帶上機場